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永乐老师 今天我们想一起讨论一下双色球的问题 你花两块钱买了一柱双色球 那么平均来讲你可以获得多少奖金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讨论一个概念叫做古典概型 古典概型是一种概率类型 古典概型的事儿 它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做一件事儿有m种可能 有m种可能 其中事件A包含其中的n种可能 那么事件A发生的概率就是n除以m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双色球假如说只有十个球 你买中一个球就中奖了 那请问你中奖概率是多少 很显然你一共有十种可能 每一种可能性都是一样的 其中有一种可能会中奖 所以概率就是1分之1 这个就是古典概型的含义比较简单 第二种叫组合数 组合数的含义是说你从n个物体中 n个物体中 我们选m个物体 有多少种可能 这个组合数的大小就是cmn 举个例子 我从六个球里选一个球 多少种可能 有六种 因为每个球都可以选了 那么如果你从六个球里选两个球 有多少种可能 这个大家如果不会算的话 这个卡星游计算器可以帮助我们 它里面有功能可以算组合数 这个就是组合数 n个物体中取出m个多少种可能 那么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双色球 对于双色球来讲 它一共有33个红球 还有16个篮球 对吧 33个红球 还有16个篮球 那么你从33个红球里边选6个 你从16个篮球里边选一个 所以一共有多少种可能呢 一共的可能个数就是 在33个红球里选6个 在16个篮球里选一个 把这两个组合数乘起来 就这么多种可能 那这个可能数我算了一下 资算器可以帮助我们 资算器可以帮助我们算 这个数是17721088 17721088 大概是1700万种可能 那么在这1700万种可能中 哪些可能是中奖的呢 好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 双色球的中奖规则 那双色球的中奖规则是什么样呢 我们知道双色球一共有6种奖 对吧 一共有6种奖 那么第一类我们说它叫奖 奖等级呢 分别是1 2 3 4 5 6 一共是6个等级的奖 那么每一个等级的奖 它对应了一些规则 比如说呢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 这个一等奖 它的规则是什么 一等奖的规则就是啊 你6个红球 全都选的是中奖的号码 一个篮球也是选的中奖号码 叫6加1 如果是2等奖的话呢 是6加0 就是6个篮球选中了 6个红球选中了 篮球没有选中 三等奖是5加1 5加1 5个红球选中 一个篮球选中 4等奖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5加0 一个是4加1 5等奖呢 也是两种可能 就是4加0 或者3加1 6等奖呢 是2加1 1加1和0加1 2加1 1加1和0加1 好 这是它的中奖规则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我想研究一下 在这个规则之下 它的中奖可能有多少种 中奖可能有多少种 可能多少种 比如说呢 我们想中一等奖 一共有6个中奖号码 我必须全都选出来 所以我在6个中奖号码里选6个 有C66种可能 其实就是一种可能 同时有一个中奖的篮球 我也要选出来 有C1一种可能 这样乘起来的话 就是它的可能数 这个可能数呢 比较小 是一种 这个数是一种 好吧 咱们再看 如果要是想中二能奖 你需要有多少种可能呢 如果你想中二能奖的话 你必须在6个篮球 6个红球里 全都选中 选出来 然后呢 你这个篮球 没有选中 篮球一共有15个没中的 你在15个没中的里边 选一个就行了 C15 对吧 那么这个数呢 算出来是15种可能 如果你想中三能奖 怎么中呢 你看有6个中奖号码 你要选5个 叫C65 还有多少个没有中奖的号码呢 红球里一共33个 6个中奖的 还有27个没中的 你在27个没中的里边 你再选一个 同时呢 我们还要在 篮球这个数也要选中 篮球呢 一共有一个中奖号码 你选一个就行了 那么这个数呢 那么这个数呢 是162 162中奖 162 你要想中四等奖有几种可能呢 四等奖如果是5加0的话 就在6个中奖的号码里选5个 27个没有中奖的里边选1个 篮球有15个没有中奖的 你就在15个里边选1个 还有一个 你也可以4加1嘛 对不对 4加1的意思是 在6个中奖号码里选4个 在27个没有中奖号码里选2个 然后再在16 再在一个中的篮球里面选1个 这么多 那这个数就比较大了 这个数比较大 我都不再写了 那么这样呢 我就把它都写完了 那么这个可能性呢 后面比较多 我没有写 中间呢 我也给大家省略了 现在我毕竟知道了 你中奖有多少种可能 但是你每一次做 有这么多种可能 所以这个数字就是m 而你这个数字就是n 对吧 所以我们想算概率P 概率就等于n除以m 这就可以了 我们把每一列的概率都算出来 然后呢 写到这里 这个概率呢 我算了一下 第一个数是5.6乘以10的负八次方 5.6乘以10的负八次方 也就是大概是1分之1的量级 第二个呢 是8.5乘以10的负七次方 第三个是9.1乘以10的负六次方 第四个是4.3乘以10的负四次方 第五个是7.8乘以10的负三次方 第六等奖呢 是0.06 0.6%或者叫5.9乘以10的负二次方 那么我们会发现呢 第一等的奖啊 中奖概率比较大 而高等级的奖呢 中奖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对吧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奖金 奖金呢 它的一二等奖的奖金是不动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和你每一次销售的金额 以及下面中小奖的人数有关 所以呢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啊 我们把这个奖金简化 一等奖奖金我们就定为500万 二等奖奖金定为20万 这也是我们历次销售的时候 平均的奖金大概都是20万 三等奖以下都是固定奖金 三等奖是3000 四等奖呢 是200 五等奖呢 是10元 六等奖是5元 好 我们已经计算出来了 每一种奖它的概率 以及每一种奖的奖金了 那么平均来讲 你能够得到多少钱呢 我们平均要这么计算 就是用你获得的奖金 再乘以你的概率再相加 所以呢 最后你获得的奖金啊 你的奖金期望 大概就是把这个数乘这个数 加这个数乘这个数 5.6乘以10到负8 再乘以500万 然后一直加 加到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是0.06 再乘以一个5 这么一直加 加完了之后 这个数大概是多少呢 是0.938元 0.938元称之为期望 也就是说呢 你把你各个奖的奖金 乘以它相应的概率求加和 期望值意思就是 你如果长时间买彩票的话 那么你平均来讲 买一张彩票 可以获得0.938元的奖金 那么你买一张彩票 需要花多少钱呢 花两块钱 所以呢 所以你会净亏1.07分 对吧 1.07分 长期买彩票 基本上来讲会亏一半 会亏一半 所以彩票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娱乐活动 我们偶尔去买一买就可以了 想指望彩票来发家 我觉得比买股票还不靠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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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